这个向后翻腾三周半爆息的动作 本身就是它比较拿手的动作 跳出了90多分的高分 它这个反身翻腾三周半爆息的动作 在上午的半决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闪失 本来还对它有些担心 但是呢它显然挺住了 然后把这个动作很好地完成 在后面的向内翻腾三周半躯体的动作 以及这个向前翻腾四周半爆息的动作 它都发挥得越来越好 这个向内翻腾三周半躯体的动作 还拿到了全场最高的昨天90分 所以这个切丝一个漂亮和干净 但是呢有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这个动作 就是它完成5156 也就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躯体这个动作 这是它磨练了三年的动作 在去年的布达贝斯世界赛上 它因为在这个动作上的失误 最终没能进入 没能登上领养台 但是今天呢它这个动作发挥得非常漂亮 得到了98分多的这个高分 尽管没能拿到冠军 但是我觉得5156动作的突破 好 变态来 我们下期再见